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的正月 赵国邯郸的一处王孙宅院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他是秦王的血脉 母亲是赵国富豪的千金 父母为他取了一个赵正的名字 自出生之日起 这个男婴便随同父亲在他国为治 成长于恐慌的阴影中 秦昭大战后 父亲抛下自己偷偷回到了秦国 年仅三岁的赵正险些丧命他乡 作为一名弃子 他受尽了赵人的白眼和凌辱 六年后父亲成为了秦国太子 九岁的少年王孙终于回到了大秦 视角既然来到了大秦 我们不妨带入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嬴政 他在宗室家老的冷遇中逐渐成长 受尽坎坷的少年 等待着不凡命运的降临 四年时间里 祖父和父亲接连去世 十三岁的嬴政 接过秦国的王喜 成为了这个虎狼之国的新主人 年少的国君 正在韬光养晦中积蓄力量 秦国大权 无奈落入吕不韦之首 隐忍八年后 二十一岁的嬴政即将亲政 但秦国朝堂却又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这一年 他先遭遇了弟弟成脚的手足背叛 四年 冒矮又在母亲的支持下起兵造反 此时的嬴政 已不是无知懦弱的少年 乱局很快一一落下帷幕 至亲之人的面孔逐渐猙獰 吕相的权柄又在朝堂张牙舞爪 四年 吕不韦也被放逐巴蜀 李斯等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六年的短暂规划后 嬴政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一统天下的千秋大业终于开始了 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 他先后扫平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大强国 结束了长达五百多年的纷争乱世 这十年时间里 他曾倾赴邯郸 坑杀了幼时欺辱过自己的仇家 也曾直面儿时好友太子丹安排的刺杀 成为至高无上帝王的同时 他也确实成为了一个孤家寡人 相依为命的母亲 儿时唯一的好友 欺辱自己的仇人 压制自己的吕不韦 都已成往事浮沉 他费分封赦郡县 统一货币和渡梁衡 书同文车同轨 修长城筑灵渠 北极匈奴南征百岳 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第一任主人 他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实在多不胜数 公元二一九年 年界不惑的始皇帝 对日渐繁琐的工作 已然力不从心 这一年 嬴政在泰山风扇祭拜天地 他渴望着天下百姓的认可 也追求着虚无缥缈的长生 可寻仙问道 终究是空梦一场 徐福等人的一去不返 更像是一个骗局 愤怒的嬴政 在史记中留下了焚书坑儒的身影 公元前二一零年 带着对天下的眷恋 和未完之夜的遗憾 五十岁的孤独君王 并是于东巡途中的沙丘平台